假设我们已经把它爬下来 不过其实我们会需要的资料 主要是什么 中奖号码跟特别号 这个之外 其实除此之外的 除此之外的资料 其实都可以把它砍掉 可是问题要怎么样把它砍掉最快 其实大家很多方法 你那也可以写程式 或者是说呢 你假设现在还不会用VBA的话 那你其实我是建议你还是要熟悉什么 至少你要会什么 会排序吧 OK 资料里面有排序嘛 OK 那我是觉得 假如说你要删除不要的资料 其实有时候排序应该是最快的 那我们怎么排序比较快 我刚刚才试了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 你把游标放在特别号上面 我觉得按照特别号来排序可能会比较OK 或者你可以用其他方法 反正只要留下什么 留下这个号码跟特别号 其他资料不要 可以试试看 那首先的话我先什么 把它选择特别号按Z到A Z到A是特别号里面 就是应该资料多的 它会排在前面 或者数量多的排在前面 所以Z到A一下 那你会发现第一个会遇到问题 因为每一页 它的前面一定都会有这个栏位名称 所以会多了 所以第一个先把这个栏位名称删掉 但记得留下一个就好了 一个一定要留下 把它删除 OK 这个不要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会发现下面就全部看到了 有没有发现中奖号码 特别号 然后特别号的话 它就会按照什么顺序 有没有 一直往下 那当然你如果不想一直往下卷动太慢的话 我建议各位你可以试着用刚刚的Ctrl向下 为什么Ctrl向下 因为Ctrl向下 它就移到什么 移到最下面一笔 那也就是说呢 特别号把它反向排序之后 然后把那个多余的栏 删掉之后 再来剩下来就是把下面这些全部删掉 其实你就完成了 但你想说这样一直拉太久了 我教各位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 建议是这样 就是先特别号 Ctrl向下 所以你可以最快Ctrl向下 然后再来的话呢 你就是先选取1922这一笔 然后直接用卷择把它拉到最下面 拉到看不到为止 然后再按下 你随便底下任何一列 没关系 选其中一列按Shift键 那为什么要按Shift键 因为Shift键 那它才有办法整个范围圈起来 这样最快 不然的话你不要傻傻地 用弓的 我怕有些会一直滾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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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滚好久滚好几分钟还没到底 那很浪费 所以你可以先找19222 然后记得选一下 然后按Shift键 再去选底下的 那超过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反正就是删除了 然后再按右键 把它删除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把这些多余的列呢 全部删完的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 Ctrl向上 那当然如果你要贴心一点 你可以按日期排序啦 不过其实按照日期排序哦 倒也没什么意义啦 不过只是说 它会按照什么 哪一个 哪一年啊 不过它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日期里面好像少了月跟日 但其实月跟日没有也没关系 因为主要我们是要统计 统计这个号码 OK 好那可是问题来了 还有第二个问题产生 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已经把那个不要的 这个资料先删掉了 OK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你要拿这个来做统计 因为呢 它一个储存格里面有放六个资料 那六个资料 如果你用count if或count来做 它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它必须是要分开的状态 也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它才有办法做count 那如果你是放在那个豆点里面 它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第二个 你变成要必须把这六个号码 分别把它剖开来 剖到 也许我们把它剖到右边 它的右边好了 所以哦 从背注 背注多余 你就一 然后呢 按Ctrl键向右拉好了 Ctrl键一定要按住哦 如果你Ctrl键按住向右拉 它会自动帮你增号 也就是说呢 我现在需求是希望 把这个六个号码 剖开来之后 放在这边六个出称格 诶 那它怎么剖哦 OK 所以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就是 把这边哦 全部的号码 剖出来 放在这个一到六 那 这个 动作的话 假如你不会 里面有涂法链钢 不过跟各位讲哦 还好以色列里面有这个功能啊 在那个画面上方 有个叫资料里面有个什么 资料剖析 有没有 这个功能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会的话 啪一下OK 但是呢 如果你不会的话 哇怎么办 豆点分开来 OK 那如果不会等它涂法链钢 天啊涂法链钢这怎么涂法链钢 或是一Ctrl V 哇 里面有多少个数字可以 所以有的时候说 像这种东西 你要怎么涂法链钢 所以建议 第一个一定要知道 如何做 所谓的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那 待会的话 请各位第一个 先把那个刚刚讲的 就是多余的资料删除 那第二个的话 特别注意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D欄到I欄增加 1到6号 至于宽度不一样 没关系 你可以选这6个 选完之后一起再把它拉一下 它就自动全部一样宽的 那再来的话 我们需要什么 这个范围的资料 切开来之后 放在这里 等于是1个储存格 变成6个储存格 那它因为主要是豆点分开来 那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Step 1 我想我们按部就办 第一个 你要用资料剖析这个功能 那资料剖析怎么做 特别只有这个 那个步骤很重要 如果你步骤 选错的话 那你也没办法完成 首先你要用那个资料剖析之前 Step 1 请你先把你要剖析的资料全部选起来 哪些是你要剖的 在这里 从B2 选到B2的最下面 那记得 B1不要选 为什么 E没有要剖开 这只是他栏位名称 你不要直接把这个剖开 那剖开来做什么 这个没E1 所以 E1请你选取B2 2的话呢 选到最下面 那选到下面 你千万不要傻傻的 这样慢慢选 那这样选到多久 我还发现真的 上工作职场上 还真的有人这样选 我说你这天啊 你这等多久 OK还没到 还没到 等到终于到了 又过头了 过头然后你又慢慢拉拉拉拉 建议呢 你可以学会一个快速键 叫什么 之前好像讲过吧 Ctrl Shift向下 这样就选完了 OK 这样快很多吧 千万不要说你不会这个快速键 如果你不会这个快速键 你不要说你会E-Sale OK 其实很多功能啊 真的 很多人说他会用E-Sale 但他一用我就知道 他其实根本完全他不会用E-Sale 因为该会的东西他都不会 所以E-Sale在他手上啊 完全是等于是一个白纸 完全没办法发挥效果 OK 好了 所以第一个哦 资料剖析之前 请你第一步先选B2 Ctrl Shift向下 再选到最下面 反正呢到哪里 他自动会停下来 好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话呢 才是点选资料剖析 所以选完范围之后再按资料剖析 然后跟他讲说 我要按照豆点哦 那豆点应该哪一个 这边有豆点 所以你选什么 分格符号 这边有豆号 按下一步 请你在豆号上面 豆点上面打勾 然后呢 Tab这个可以打勾取消 他就把你分开来了 按下一步 最后这个步骤很重要 他问你说 目标储存格哦 诶 特别是哦 那请问一下 目标储存格要放哪里 这个如果选错的话 很抱歉 最后结果也是错 所以你只要不要做错 这个功能其实还蛮好用的 OK 那请问要放哪里呢 特别是哦 请你一定要放在哪里 第二哦 也就是说 你这样要放的位置 请你到他左上角的位置就可以了 OK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它全部 延伸出去 反正有几个号码就行 刚刚六个就六个号码 OK 按完成就好了 那完成之后 你这个地方为什么是井字号 主要应该是蓝宽的问题 所以假如说呢 出现这个宽度不足 那你可以把它拉宽一点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 剖开来之后 它们连格式也过来了 所以哦 如果假设你们有这种状况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一样选起来 选一到六号下面 这样 Ctrl shift向下 一样嘛 把它整个选起来 那主要是格式的问题 之前没发生过 如果有这种状况 你除了格式 你就把它改为通用就可以了 它刚刚那个错误 主要是因为它把它变成是日期 所以它就给个日期格式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范围全部的都改成通用 意思是说改成原来完全没有格式过的资料格式 这样就OK了 那最后呢 如果你希望能够让一到六号 最后能够排整期的话 一样嘛 把D到I选起来 然后在它们中间任何一条线快点两下 它就自动帮你排整期了 剩下来就是 再把B栏的资料 把它砍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那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范围一样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那这个就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叫大乐透 那你就可以做后面的统计分析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看一下 这个画面呢 咱们先给大家一充遥 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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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